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刚替老公还玩4亿欠款,她又欠债6000万,还好这次她变机智了。 说起娱乐圈中的完美人妻型的女明星,估计很多网友第一世界都能想到刘涛。 刘涛从出道以来就给人一中现代女性特有的干练和只性美,而与王柯结婚后,更是被粉丝怒赞完美的贤妻良母。 虽然在婚后刘涛曾经退出娱乐圈一段时间,但如今也已经重回娱乐圈转嫌养家。 去年刘涛带着老公王柯两人一起参加了亲爱的客栈真人秀的拍摄,节目中两人虽偶有摩擦,但两人恩爱程度也让人百般艳羡。 而节目中的刘涛更是比粉丝心中贤惠的多,各种家务做起来丝毫不含糊,做饭炒菜样样养精通,贤惠的他一时间收获更多网友的追捧。 不过刘涛携手王柯一起拍摄真人秀也不禁让网友们好奇,而婚后宣布离开娱乐圈的刘涛怎么最近几年又复出开始活跃了呢?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和他老公王柯离不了干系。 早在2007年的时候,刘涛在电梯上偶遇王柯,两人随即一见钟情,便开始了热烈的恋爱关系,随后短短两个月两人便决定闪婚,当时还是富商出身的王柯更是豪至400瓦的巨款来举行两人的婚礼。 但是后来有媒体爆料称,刘涛与王柯其实是在一个有钱人烈焰的饭局上面认识的,是某公司专门为有钱人定制的服务,专门安排有钱人与当红的明星接触。 而且还称两人其实早在2007年9月就已经领证结婚,为掩人耳目才等到2008年1月才举行婚礼,而且在举行婚礼时,刘涛已经有了身孕。 本以为嫁到王家之后便可顺利当上阔少奶奶的日子,怎奈好景不长。 结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王柯也不幸在此次危机后破产,欠下了惊人的4亿元巨额债务,面对如此打击,王柯更是不幸患上了抑郁症,精神不振,整天郁郁寡欢。 当时事件一出,原本很多网友都认为刘涛会选择和王柯离婚,离开苦海。 然而为人妻的刘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不离不弃得陪伴着王柯,赢得了广大网友得敬佩。 当时,王柯已经无力偿还如此巨额的债务,演员出身的刘涛便决定重操就业,选择了付出开始不断解析拍戏。 又要照顾抑郁症的王柯,又要拍戏赚钱,刘涛在整个过程里却没有一句的怨言,辛苦几年之后,刘涛也评级一己之力将王柯签下的4亿元巨额债务偿还清了。 而如今,又有媒体爆出,其次这次两人一起携手参与真人秀是因为王柯商场再次失忆,在新的投资中失败了,又再次欠下6000瓦的债务。 不禁让网友们替刘涛心里咯噔了一下,难不成这个曾经的京城四少还真的是败家小能手? 同时又有网友神评论,刘涛这一招真的是一箭双雕,带上老公上节目领了两份的片酬,同时还可以防着王柯再次出去败家。 不过也多亏了这件事,才能让原本演技精湛的刘涛在这几年给我们带来许多精彩的作品,复出后的刘涛评级在欢乐送中的出色表演收获了品质盛典的品质巨星的奖项。 刘涛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